此外 受台风力气马影响 为了保证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铁路部门对相关新路的旅客列车 采取停运 缩短运行驱断等措施 受台风影响 8月12号青岛至北京的高178次 高182次 高180次 北京南至青岛高185次 高1914 高187次等 18趟旅客列车停运 8月12 13号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话始发的4363次列车 通话始发的快7592次列车等 28趟列车停运 济南去往青岛 烟台 北京 温州 郑州等方向的 103趟列车停运 多趟列车大面积晚点 此外 由于台风力气马北上 广西铁路部门此前受台风影响 停运的22趟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